女星怀孕后期都怎么穿?赵薇的穿法爆肥,孙丽自然又美,网友都为她点赞。 对女人而言,怀胎十月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,随着肚子慢慢变大,孕前的衣服也基本都不能穿了,无论显不显怀,到了怀孕后期孕度都会变得明显,同样作为孕妇,那么孕后期女星会怎么穿呢? 霍思念运前运后的状态是变化最大的,整个运期据说胖了68斤,从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霍思念的变化,脸变得富弹,手脸肉糊了许多,不过霍思念虽跑,但在穿着上还是比较大方得体的。 出帅活动时,霍思念打扮得比较优雅大方,但回到生活中她就会显得比较随意,和苗条的闺蜜们同况也能看出她运厚高浮得有多严重,不过初为人母的七月让她并不在乎身材发生的改变。 相信不少怀孕的孕妈都有胖到自己都不感人的经历,霍思念在运期更是夸张,但从这张接拍照来看,她的腿已经比杜江还要粗了,依旧肆无忌惮的大吃大喝,从霍思念怀孕的状态来看,相比其他女星,还是比较平民化的。 同样运气发福明显的李湘,她运后期的穿住就比较注重遮住自己的运度,不过整个人看上去还是很负担,生完王施灵后的李湘一直被吐槽跑,但和怀孕的时候相比,她已经瘦了很多。 有些人本就是一胖体质,所以也不要强求人家受冲闪电。 赵薇怀小四月的时候比较低调,但还是被媒体抓拍到她的运照,从运度来看,赵薇应该是在运后期,让人觉得意外的是,迎平前光鲜亮丽的赵薇,她怀孕时候的打扮确实分接地气,穿住横条纹宽松机移序,然后戴住于肤帽,这感觉还有些吐气。 Baby 整个孕期基本上都在工作,虽然暂时退出好难,但各种商业活动还是有她的身影,本就瘦小的她,因为忙碌所以也没有胖太多,但从日常穿搭来看,她还是很注重保护肚中的小海绵,孕后的她基本上不怎么穿高跟鞋。 这张鸡拍照,Baby 除了瘦弱一些,还是有寻常孕妇的味道。 要说姚晨怀二胎的时候,她的身材真的让无数孕妈羡慕嫉妒狠,整个孕期都在坚持运动的她,除了运度以外一点坠肉都没有。 这对于喝水都长肉的小表妹是一万点宝鸡,在穿住上,姚晨比较喜欢穿一些近身的内搭,完美的运度曲线十分强劲,孕妻你敢像姚晨这么穿吗? 已经是三个孩子妈妈的大S,她的运气穿搭,很生活,贴身舒适的吊带孕妇照是她的最爱,这样站在马路上拿住祈求,给人感觉甜美又不失温柔。 怀装包胎的谢娜在宣布怀孕后不久就被外界说运度明显,其实从谢娜运气的穿搭,我们也可以看出,这样宽松的外套下一定有着很大的运度,如果她像姚晨那么穿,大概会很惊人吧? 天王嫂昆琳的运气生活是很多运妈的理想状态,在昆琳的整个运气,她的大运度丝毫不影响她各种美,穿美丽的裙子,留一头漂亮的头发。 吹住周杰伦的裙衣,看住丝毫没有孕妇的雷嘴感,让人比较不理解的是昆琳运气照样化妆和羊宠物,这对玻璃心的宝妈来说是大忌。 怀孕后的昆琳除了肚子变大之外,四肢依旧天气,照常会有的她和闺蜜站在一起依旧颜值出众。 大S在怀孕前是圈内有名的素食主义,为了能够怀孕,大S开始开婚,怀孕后的她为了腹中胎儿,也顾不上形象各种痴,所以结婚后的她一直都是比较胖的。 一直胖到小儿子出生,大S才真正开始减肥,从她怀孕时的穿住来看她并不追求漂亮,更注重的是舒适度,这对曾经暧昧如命的大S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,但做了妈妈以后,她都做到了。 最后来说说最励志的孕妈孙丽,孙丽整个孕期的变化并不大,怀孕的时候,她的生活过得也很平静,无非就是看看书,写写字,先少出现在镜头前的她,偶尔出席活动的时候也穿得十分得体,粉色的孕妇装很适合她,粉嫩可爱又有孕妇的美感。 感谢观看